进入海啸之后就业机会减少了 而身心障碍者的工作机会也相对更加困难 职讯局也特别规划了身心障碍者的居家执机计划 为身心障碍者可以找到就业还有企业禁用的最佳方案 网络购物不稀奇 现在结合电信科技电脑网络的创新居家执机服务模式 也成为了政府拼就业的神兵利器 更为身心障碍者开启了就业的新模式 就是像上班族一样 虽然是在家里 那时间到的时候一样是开机 因为我们是网路平台 它其实跟电话客服中心完全一样的情形 因为政府的这个实验计划 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真的真的非常感动 居家执机客服工作形态不需要移动 还有面对面的服务 十分适合中重度身心障碍的朋友来从事 希望透过计划的推动 吸引更多企业在设置客服中心时 也能够评估在家执机的方案 居家执机的客服工作 协助了身心障碍者 以居家就业的方式来工作 俨然也成为了医化时代下 政府改善中重度身心障碍的朋友 就业困难最可期待的解决良药 中天新闻张耀宇王志远台北报导